别打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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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晏 对 为什么呢 钟二哥到了前厅门后 九二哥和十二哥就骂开了 说二哥是开心太子 没有资格再参与举荐 说四二哥是太子死党 马屁精什么的 十三二哥看不过 就吵了起来 后来他们就动手了 第二股毒 也有了 参与 是 要 五一最高强 论丹打毒的我不处你 论行军不振 我更比你强 好啊 干明儿边境有了战士 咱俩各带十万兵马 看谁得胜回朝 看谁全军覆没 凭你也配 狗的 你不过是非太子的一条狗 混账 那你又是谁的狗 儿子 不回来 臭眼花 嬴仁 你起来 儿臣是有罪之人 众位弟弟们都跪在这里 儿臣岂能独自起来 朕赦你无罪 谢皇阿玛恩典 起来吧 喳 刚才是谁说 二阿哥是开缺太子 没有资格参加举荐呢 谁说的 怎么 敢说 不敢承认 归华阿玛 这话是儿臣说的 好 你有种 朕问你 你又是什么东西 儿臣 是花阿玛的儿子 朕没你这个混账儿子 你说 那个姓张的江湖妖人 是不是你带着印刺哪儿去的 回花阿玛 那个人是儿臣带去的 可是 他不是妖人 不是妖人 是神人 是吗 当然不是 花阿玛盛名 那个人确实有真材实学 别说 什么八大王 什么八王大 还什么王上加百 朕还没死呢 满朝的官员 那么多两榜近士 那么多宝学鸿辱 居然都相信那些鬼话 你们的书是怎么读的 花阿玛 您当时不是也说过 江湖术士的话 有时候也能代表民意吗 朕说过那么多 你就单记这一句 来啊 在 把印刺 印额 印堂 给我锁起来 这 起码 花阿玛 八哥到底犯了什么罪 连九哥十哥一起所纳 这刚才说的话 你没听见 听见了 可儿臣以为 这是郁家之罪 那个信张的江湖术士 谣言惑众 八哥当时就把他抓起来了 交给皇阿玛治罪 是皇阿玛自己把他放了 到了今天 又将这件事情 作为八哥的罪名 怎能叫人心服 说到底 这都是 大家推举八哥做新太子 招了皇阿玛的计 可是 着百官举荐太子 这本是皇阿玛您的旨意 八哥才是红伯 雅量高致 李贤下士 才会有这么多人 一得一心举荐他 虽说 少许人有串联的事 但百官何罪 八哥何罪呀 皇阿玛 令人举荐于前 又无端所拿于后 王后 谁还敢奉召办事 遵旨是死 抗旨也是死 请皇阿玛 给儿臣等 治一条活路吧 你这是要和朕打擂台 儿臣既敢 家有正子 不败其家 国有正臣 不亡其国 不听你的 大清就要亡国了 难说 十四弟 你不要再说了 你要累死八哥吧 十四弟 见错万错 都是因为我的错 望你体谅皇阿玛 不要再惹他老人家生气了 来 你到一边闭一闭 谁要你假惺惺的在这儿蛊惑人心 我今天 就是要讨皇阿玛一句公道 八哥他们究竟有罪没罪 没罪 皇阿玛当众就说没罪 有罪也得指明了 你这个 我怎么被宰了 宰了你 十四弟 闪开 皇阿玛 阿玛 阿玛 您继续弄 皇阿玛 您继续弄 您继续啊 皇阿玛 我继续了 八哥 皇阿玛 有罪都是儿臣一个人的罪 要杀你就杀了儿臣吧 求您饶了几个弟弟 和那些无辜的官员吧 皇阿玛 八哥 八哥不要求了 我们的命本来就是他给的 皇阿玛他就是了 是四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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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杖兽大杖走 您怎么还不走啊 难道真要献皇上也不易吗 这 八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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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吗 八哥 八 皇上 二Con 二Con 三 二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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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Con 二Des 啊 怎么样 怎么样 醒了吗 急怒攻心 上了春秋的人 这是常见的病 吃几副药 调养调养 就会好了 来啊 在 把药煎好了 即刻送来 喳 李泽全 皇上 隐提不孝 都是臣妾的罪过 臣妾已经把她给带来了 向皇上领罪 隐提还不快过来 二臣不孝 二臣昏了头 惹得花阿玛伤了龙体 二臣愿 疑死赎罪 姑娘 您和十四弟 都不要再哭了 花阿玛需要江西 你手上的伤 不要紧吧 一点青伤 太医已经看过了 不碍事的 花阿玛 江西龙体要紧 你生的这两个儿子 哼 李泽全 龙四代 你两道指 一 这次推举新太子 除同国为外 一律不宜追究 二 静风 得飞为皇贵妃 臣妻 万万不敢领恩 望皇上收回成命 臣说过的话 几时收回过 还有 应真 你给朕生的那个孙子 红利 朕很喜欢 明天你把他带进宫来 朕要亲自调教他 喳 朕